疫情下街頭瘋狂汽車集會遞增 安省運輸廳長卡羅琳·梅隆尼宣布引入法案 打擊非法賽車集會等行為 加強執法確保道路安全 何家碧報道 大家對於月初發生在北約克同時加保交界的 街頭瘋狂汽車集會片段 可能上記憶猶新 一群人不大危險駕駛 在馬路上表演原地飄移打轉 甚至中火等 疫情下這種非法汽車集會遞增 去年3月至12月期間 單在多倫多就有796宗相關的檢控 比2019年多出兩倍以上 運輸廳長卡羅琳·梅隆尼宣布引入法案 取締這些非法行為 法案中包括被指控瘋狂駕駛的司機 被自動吊銷車牌由現時的7日增至30日 車輛被扣押 也都由7日增至14日 四次違規的司機被終身停牌 以及收緊檢控限速 至少 至少